《零分》 《零分》 《人人都看不起你》 《有了它》 《生命有驚喜》 《將生命的年輕人很開心》 《第一天我算是否值得》 《會考零分》 《會差你比零分》 人生萬變 耶穌不變 《零分》 南非加拿大 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 有一群多伦多的年轻人 愿意暂时离开舒适的生活 踏上南非之旅 让我们一起向南非出发 看看他们怎样适应文化的差异 以及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 由南非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德班骑程 离开印度洋海岸 向内陆行车大约一个多小时 就来到了斯瓦伊曼尼小镇 住在斯瓦伊曼尼的 以祖鲁族人为主 祖鲁族是南非第一大民族 他们的房屋一般都是依山而建 祖鲁语是当地的主要语言 大约在公元14世纪 已经开始被广泛使用 时至今日 大约有半数的南非人 会用这种古老的语言 作为他们日常的用 除了祖鲁语的特别发音 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外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 就是他们的家庭 一般都是以妇女和儿童为主 这个现象是由于一般叫年状的男士 都去城里工作赚钱 又或者是因为不同的原因 感染顽疾死亡 到最后 很多家庭只剩下寡妇孤儿 以及年迈的双亲 过着艰苦而贫穷的生活 虽然生活一点都不容易 但村民知道有一群年轻人 专程从加拿大来探访他们时 便迫不及待 用当地特有的欢迎仪式来接待他们 欢迎仪式过后 加拿大年轻人在南非的乡村生活正式展开 他们将会做出不同的尝试 并得到许多新体验 十分颠簸 大家挤在车子上面 就是坐在卡车后面 道路是十分的弯曲 就是布满了沙石 好像坐过山车一样 但也是很舒服很有趣 因为好多人坐在一起 好亲密 感觉好温馨 我来打电话 让我帮你 我不是 Somkaga 我胡来打嘴 你许多新娘家 我是国家 我今是国家 我许多新娘家 我寺贏 我 我 是国家 我 我是国家 亭契 基道 其他都必要 and to help them grow stronger. And Father, we ask that if it's within your plan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healing that we know only a God who can rule about this. 刚才在里面替一位长者祈祷 他是病了六年 这个病让他双腿都不能动弹 肾脏也开始衰退了 刚才我们问他需要什么 或者什么可以帮到他 他说他已经接受死亡将至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仰望神和祈祷 探访病患家庭的经历 除了让宋明感动之外 也让年轻的成员 王佩颖、Michelle 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另一位朋友 Jean 她也去了探访 她说如果我帮你祈祷 你希望我为你祈祷什么呢 她的回应是 可否减少她的病痛 并且说 上天你可以随时拿走我的生命 只要你保守我的下一代 或不希望他们也患上同一个病了 那她的意思就是 接受了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了 对每个人来说 我觉得面对生死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她就只说 上帝你已经给了我整整的一生去活了 那是我最感动的一刻 我觉得 因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人怀着这么大的信心和力量 我想是十分困难的 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容易 那种情况让我十分感动 因为 很难去说 因为很难相信有人 可以如此坚定的信仰 并将自己的生命 完全地交给神了 另外一个女人 她只能躺在床上 她不能动 也无法说话 她用眼神去表达 她的感激之情了 看见我们去探望她的时候 她很感谢我们 为她的付出了 但她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她无法说话 那时我就觉得 如果 这个祷告能让她说话 那就真是太奇妙了 接着 她就努力用一口气说 谢谢 她嘴里好像发出一些声音 就好像风从口里出来 那一刻我就觉得很感动 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在南非 虽然生命看似非常脆弱 但人却因着上帝 仍然能够充满慨望 并经历神奇妙的大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位歌声甜美的年轻人名叫Tenda 是凤铃上司来南非时认识的 Tenda的生命故事令凤铃深感震动 她来与我们聊天不是说我缺少什么 失去什么 而是说我很想做这些事 很想做 那股动力呢 好像正是我们这里的年轻人 经常说不知道做什么 但她就知道做什么 好像很多困难 她竟然好想开一间 我们叫做民宿旅馆 我就在想这么穷的地方 为什么开民宿旅馆呢 这是她的理想 我就在想 一个三餐不济的人 期望开设一间民宿旅馆 是否有点一想天开呢 但从她的身上又可以看到 当她很清楚自己的方向 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的时候 她是充满喜乐的 没样式我都让她很开心 她的故事让我留下了 就是深刻的一个印象 她拿着旅律四处跑 要去找工作 还有呢 她希望达成 开设民宿旅馆的梦想 然后我问她说 你下一步希望做什么 她说 我希望开设一个休闲中心 可以容纳两百个人 但是呢 她现在还不懂得开车啦 还有呢 就是需要好多好多的资金 就是去完成这个事 我觉得她依然就是努力的前进 真的是好厉害哦 当于本地社会工作的这些人啊 比较的话就会觉得 我们的梦想真的好渺小 何况呢 我们的资源真的好丰富啊 相比之下 他们几乎是没有资源 去支持他们实现计划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还有需要信心的啊 今天的Tenda 几经辛苦 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B&B 民宿旅馆 相比以往的生活 的确轻松不少 回想过去的经历 确实一点都不容易 在家里的生活里面 一年生一年 到你家里面 他为达了 从家里面 或者錢 所以 我妈妈 估了一些 second-end 衣服 以下的照片 取得 银装 我不一回想 她购买了 衣服 我不就 一回想 當他來的時候,他會罵我母親 然後你會聽到聲音說, 什麼事發生了? 所以他就是那種人, 我感到很悲哀。 讀書實習的Tanda,除了家境貧困 和受到父親暴力對待之外, 母親的事情也讓她非常痛心。 她疲借了,她死了,她死了, 但我看因為牧義絲不僅僅寧, 她當時很癢,她來問她。 僅僅著肉質會這樣, 只要她發現她也不能幫她, 因為我還是很悲哀地的事, 但時常我們不會買, 所以我們回到家身亡的腳編 然后,我对妈妈需要帮助,并不是帮她,所以她离开了。 记得,她跟我说过,她想赚钱给她的妈妈。 因为她小时候,她的爸爸就离开了,她要赚钱给她的家人。 好可惜的是,她的妈妈到最后都没有办法看到她今天的成果,这是她很大的遗憾。 母亲的过世加深了Tanda对父亲的怨恨,她不能原谅父亲。 同年的痛苦经历,让她可以认真去思考信仰的问题, 并在神的爱中慢慢成长,生命得到更新。 一天,我认识了教育,一位教育的教育,一位教育的教育说, 他说了,他说,有女人在这里,她很大爱她的女人。 所以我请她来到这位教育,然后我拜访她。 然后,他教育的教育,然后我拜访她。 然后,我从来,我变成了重。 我们现在正送食物到孤儿的家里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惊喜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会带来食物的 这里有六个月的食物 要给孩子还有他们的家人 Jennifer 严文乐 从小在加拿大长大 在这里读书毕业 虽然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她并不满足 她渴望找到人生的方向和意义 因为我的工作好有挑战性 工作得好长 但这个好像不是神感动我要去做的事 我不会说 为什么神会把我放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因为这份工作真的教会我好多 而神透过这个工作让我做好准备 让我明白到 就是神把你放在他给你的岗位上面呢 正是因为他在那段时间想你在那里 这一次再去南非 我想了解 就是神真正感动我 要去做什么 究竟神真正想我的生命做些什么呢 去荣耀他 正因为这个原因 紧密的关系 他能够完完全全的依靠神 在这个信仰方面来说呢 我很羡慕Tender 能够紧紧的依靠神 而且呢 信心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Tender在 就是很艰苦的经营 他的这个民宿旅馆 因为他事事呢 要亲力亲为 有的时候呢 他都会感到 好累哦 我在这个工作上也有同样的经历 就觉得是筋疲力竭 但是我看到他 筋疲力竭的时候呢 他怎么样去面对 他会马上回转归向神 从神那里得到安息 其中有一件事 最能见证Tender 对神的信心和依靠 I'm in this situation I didn't have a job I'm looking for a job and I don't get a job and then the bank is calling and then they give me like days that if I didn't pay I'll get into jail and then everything was very hard but for me I didn't say that No God is not Is not live Is not alive God is like Is no Is there's nothing like God because deep down in my heart I know that God is Is alive God is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situation It was a very hard situation But it didn't bring me back I just asked some people like in church I said I need only the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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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the other woman She's sick But then she just said to me Oh it's okay Tender I will pay you for that I will pay you for that The money that I'm going to pay for you You don't have to bring it back And then I was so shocked Because it was not just cents It was 10,000 rand It was 10,000 rand So for me it was miracle So I was so grateful And then I told my uncle That everything is paid So they were so surprised And then I see I see that God Is alive Because He helped me In that And then even that woman Is not like A wealthy woman That the bank needed 10,000 She said to me That's exactly the amount That I save in bank I just want to take all that amount And I'll pay it for you And then you don't have to bring it back So Yeah That's why I see God Tender 能够对信仰全心依靠 除了因为她经历过神奇妙的作为之外 她母亲当初对信仰的坚持 也是她学习的榜样 What I like about her Is just that she became born again Before he passed away Because in that time When my dad was king My dad was believing in ancestors And then He would say He would say That We don't have the money Because We don't slaughter God We don't do that stuff But then my mom realized That no It's not like Ancestors help It's only God who helped Some of the relatives Are not believing in God So those people are the one Who used to help my mother And then when When she became born again They decided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help him She didn't change Because of that That's why She decided that If We don't have anything If we don't have food Let not ask Because Right now I see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They don't want to help us So it was very hard She was a strong woman She said no it's okay If it means for me to die Let me die I won't need help I won't ask any help From now on Tongda的分享 感動了文勒 讓她明白到 一切要以神為先 我要盡力地去 榮耀神作為我的首位 不光是做得好 和課盡本分而已 我想要重新定義 做得好的這個意思 那個心態呢 就應該是 凡事要以榮耀神為先 做得好呢 是附加的一個結果 以我所見呢 Tanda就是以這個態度 去經營她的這個民宿旅館 我看到她對神的心 所以神祝福她 還有她的事業 因為她的心 現在Tanda的生活 總算穩定下來 對父親也有過往的怨恨 到今天的謠述 I don't hate him for me He's still my dad I don't hate him There's no anger It's just that things will never never be perfect I forgive him already I can say God can give you some difficulties that are equal with the blessings You get He is God He can do everything 回望過去 如果Tanda沒有認識神 他的生命就會很不一樣 If there's no God Maybe I will just tell myself because there are times When I feel like Why can I just end up my life But now even if I There's like Difficulties I can't do that because I know that God is with me You know Everything will pass Firstly You must have God first And then everything will follow Because you can have everything But with no God For me I don't think it can work 神奥使用世界各地的人去荣耀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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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給祂 讓祂來主宰你的醫生 奇妙的事情就會發生 奇蹟便會出現 雖然文勒和Tanda生活在不同的地方 但他們確信這個世界 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願意隨時幫助人 如果你也想認識這位大能的主耶穌基督 歡迎致電恩與生命熱線 或者登入恩與之聲的網頁和我們聯絡 我們很樂意與你分享基督信仰 願神賜福你 一、兩、兩、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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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五、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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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時間任何十分被材 是感慨的 是感慨的 滴滴恩雨滋润普世华人心灵 恩雨之声以世界各地 华人经历耶稣基督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 透过全球电视和电台广播网络 还有电脑互联网广传福音 也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协力